歡迎收看小熊老師給你教數學 在這裡呢 我們首先先複習一下 前面學到 我可以怎麼樣來取得圓心 或者說我有一段弦 我可以怎麼樣來取得圓心 或者說我有一條切線的話 我可以怎麼樣來取得圓心呢 諸如此類的 那取得圓心的方式 首先就是圓心在直徑上 沒有問題 那圓心在直徑上 所以換句話說的問題就是說 怎麼樣的東西 怎麼樣的一條線會是直徑 那我們前面有學到就是說 如果你有切線 那圓心直徑也就是半徑 應該會跟切線垂直 換句話說如果你有切線的話呢 怎麼樣 就取直徑 直徑就是過 然後寫直徑等於 過切點 垂直切線 寫中文好了 過切點去垂直切線 你就可以得到直徑 那圓心就會在這上面 那這樣就是一個條件 就是像我們之前學那個平面坐標 對不對 在平面坐標裡面我們只要取到某一個點 那我們想辦法取得一條線 再取得另外一條線 兩條線交一個點 這樣子我就可以求出這個點 所以我假如要取到圓心的話 就是我用這樣子就可以取得一個條件 這是其中之一 那還有另外一個條件呢 我假如有兩條切線我就可以取到圓心了 對不對 比如說這樣 這裡有一條切線 然後這裡有一條切線 如果說是這樣子的話那 我只要連續做兩次過 過切點垂直切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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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圓心 對不對 這是一種 那另外呢還可以怎麼樣呢 如果今天我有旋 那旋的中垂線 就是我們所說的旋心句 那他就會過圓心 對不對 又或者說呢 我今天有兩條切線 那 我還有一種情況也可以取得圓心 就是我們利用前面所學到的這個 切線長性質 切線長性質裡面跟我們說 如果我有兩條切線的話 怎麼樣還記不記得切線長性質 趁我畫的時候趕快把切線長性質 有三個重點 都講出來吧 怎麼樣第一個 所謂切線長就是圓外一點 對這個圓做兩條切線 這一段跟這一段 就是切線長 這兩個切線長會一樣 那第二點 如果從圓心在這裡做 連過來這是垂直嗎 第二點是這個腳跟這個腳 會互補 對不對 第三點 我如果把這兩條連起來 會 平分這兩個腳 這兩個腳會平分 可以嗎 這個腳也會被平分 這個腳也會被平分 會被圓心到圓外一點P給平分了 那所以說呢 如果今天我有一個圓的兩條切線 我知道它交在P點的話 我也可以怎麼做呢 我可以過圓心 怎麼樣做會過圓心呢 就是這個 兩切線 夾腳之腳平分線 就會過圓心 旋的中垂線就是直徑 就是全心鋸 然後切線 跟切線垂直的 就是直徑 後面這個可以不用洗 就把它塗掉就好了 讓菲力可帶 那大家在這前面補一下 過切點三個字 你就把它抄掉 你筆記不上 不行 OK 那這就是我們整理一下 從前面學到現在 我們可以用來取得圓心的方法 來 試著想像一下在平面上 圓歐的半徑如果是3 如果把所有到圓歐 之切線長為5的點 全部點出來 會是一個怎麼樣的圖形呢 想一下 我這個句子有點長 這是圓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假如今天我的半徑是3 這個半徑是3 如果說我已經知道某一個點 這個點到這個 如果說我已經知道這個點 這個點到 差不多到 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啦 這個點到這個圓的切線長 也就是我們剛剛講 用這個點 不得不得不得吃 從這個點對這個圓做兩條切線 以支 這樣這段是5 那當然這段也會是5啦 這樣子 這樣這個點就是所謂的 這個到圓歐切線長 是5的點 我們叫PE 那這樣子的點其實不只有PE 這個 我可以另外再畫一個 類似 就是有一樣效果的點 比如說可能在這邊 那這個點 也會有這樣子的效果 就是 他對這個圓所做的切線 長度也會是5 切線長也會是5 這樣子也會是5 那如果我在這個平面上面 把符合這個條件的所有的 所有的點都點出來 那會是一個怎麼樣 所有的P 這個P2 P1 P2 P3 P4 那你可以想像其實 我可以告訴你 會有無限多個 最後這些點會連成一個圖形 那會是一個怎麼樣的圖形 好 大家可以想一想 我們等一下再來解答這個問題 那先來整理 我們前面有提到這個兩個圓 兩個圓呢 我們在這一章的一開始有說到 兩個圓的關係有幾種 第一個是外離 外離的話就是 分得開開的 那還記不記得 外離的話的特色會是什麼 我們那個時候說 點到圓的關係 可以用點跟圓形 大家還記不記得 點跟圓形的距離 會比圓的半徑還要長 這樣子的話他就在圓外 如果點跟圓形的距離 在跟半徑一樣 他就在圓上 點跟圓形的距離 比半徑還要小 他就在圓內 對不對 直線 跟圓的距離 就圓形到直線的 直線跟圓的關係 就是圓形到直線的距離 比半徑長 直線就沒有碰到圓 如果 圓形跟直線的距離 剛好和半徑一樣 那這個就是相切 如果圓形跟直線的距離 比半徑短 那直線就會穿進來這個圓裡面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用這樣去討論直線跟圓的關係 那圓跟圓之間的關係呢 我們那個時候說 所以就是圓的部分 他就是負責出圓形的 你可以這樣想 所以就是兩個圓形 怎麼樣 如果這兩個圓他 沒有碰到 就是所謂的外離 他的圓形跟圓形的距離 我們稱為連心線 圓形跟圓形連起來 那你就會發現他的連心線 我們寫O1O2 會比兩個半徑合起來還要大 因為就是很簡單 就是半徑 這是半徑 所以 兩個半徑合起來還要多這一塊 那你如果沒有多 如果連心線就等於兩個半徑 那他就是剛好碰在一起 就在外切 好 不用再抄一次 我寫出來讓大家有點印象 因為這個我們前面整理過 如果那個時候我抄的話 你直接就不用抄 那如果兩個圓有碰到 有碰到會怎麼樣 就是不只碰一點 外切是只碰一點 如果兩個圓有碰兩點 那這個時候當然你就會發現 他的連心線比半徑相加還要來得小 可是那之後的全部都會比半徑相加來得小 那他跟後面的有什麼差呢 我們可以來想像內切會怎麼樣 內切也就是說變成這樣 就是說有一個圓鑽進去 小圓鑽進大圓裡面 這樣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他的圓心呢 連起來的時候呢 其實他的連心線會剛好等於 長的半徑剪掉 短的半徑就是這一段連心線 我們畫一個大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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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是連心線 可以嗎 那連心線呢 他就會是長的半徑 長的半徑 剪掉 短的半徑 這是短的半徑 所以 放大一點 咖啡色比較明顯 所以藍色的部分就是長的半徑 剪掉咖啡色短的半徑 那這個時候他就內切 所以內切的時候 O1 O2 就會等於 就會 大於 對 等於啊 我為什麼要改 R 1-R2 我們假設RE比較大啦 假設RE比R2大 可以嗎 所以O1 O2就會等於R1-R2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發現 如果我有一個小圓 我在外切的時候 O1 O2是RE加R2 那我 往內推進來的時候呢 這個O1 O2呢 比R1加R2小 那他 跟R1-R2相比會怎麼樣 這個時候 假設圓小小圓的圓形在這裡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怎麼樣 O1 O2現在是藍色這一段 還沒有碰到邊邊喔 還沒有碰到邊邊喔 對不對 O1 O2他是怎麼樣 大的R1在這裡 這麼長 他假如鑽過去邊邊就碰到了 大的R1 那 R2呢 R2是外面這一段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拿 R1把整段R2都剪掉的話就 剪超過了 對不對他其實只要剪一點點而已嘛 對不對他就只要只有要剪 把藍色的部分也先塗掉 他其實只要剪這一段而已 就是從圓形到 小圓的圓形到大圓的邊邊他只要剪這段咖啡色 藍色的部分剪掉這段咖啡 短短的咖啡色 所以如果你拿R1-R2就 剪太多 也就是說呢 如果他是香蕉的時候呢 這個O1 O2呢 他會大於 R1-R2 但我們之前是R1-R2大 那如果是內離的話呢 O1 O2就會 效於R1-R2 如果我是內離的話就是我 跑進來這裡面的 那這個時候我R1是 我先看O1 O2 O2是這一段 對不對 那我的 大R是這一段嗎 阿小R才撿到這裡而已喔 我們用橘色 我塗出橘色是小R 所以如果你拿全部的O1剪掉橘色的O2的話其實你還有 你會 你會剩下藍色和外面這裡沒有剪到 這個地方沒有剪到嘛 所以你拿R1-R2還比你的連心線還要長 所以內離的話連心線會小於R1-R2 OK嗎 也就是他有一個相對關係就是 等於說R1-R2 R1-R2 這樣 如果你的連心線比R1-R2大 那加的當然比減的大 如果你的連心線比他大 那你就外離 剛好在上面 就外切 在中間就交兩點 剛好是R1-R2就內切 比他小就是內離 突然出現了一些符號 O1-R2 R1-R2 又加O又減 O1大於又小於 會讓小朋友覺得 會讓學生覺得好像有點亂 如果老師講解你沒聽懂 那是一回事喔 如果老師的講解你已經聽懂了 但是你仍然發現自己有點模糊的話 你應該 下面這句重點 你應該自己去推論一次 你應該拿起來 把老師剛剛講什麼 自己想一遍 學生有的時候養成兩種 不同不一樣的壞習慣 一種就是 算了 有點模糊就算了 他也沒有拿起來 像我剛說 重看一遍 把老師講的自己想一遍 或者多練習也沒有 然後 那他就這樣就算了 另外一種就是 他如果他發現有老師問 比如說有家教 或者說有不習慣的老師 他就會覺得有點模糊嘛 他就會再問一次 那 有的時候啦 如果對我來說 因為我很肯定 我已經講清楚了 的時候 那我剛剛講嘛 我這樣講你有沒有聽懂 如果有的話 那老師就要跟學生說 學生有自己的責任要去完成 就是 如果你 聽的過程都已經有聽懂了 你還是有點模糊 你就要自己想一遍 把它 這樣才能把它變成你的 這個時候 老師再多講 其實沒有什麼用 那 老師跟學生都要有這種認識 就是說 有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你再多講也只是 呃 怎麼講 這個 表達一下 意識 表達一下 誠意而已 其實沒有什麼用 那學生就是他要他要去接受 你現在就是有 這些東西 剛才講的你懂了 好 所以要 我們來使用他 那麼現在我們透過討論兩個題目 來來去看這個兩個圓的關係 第一個問題 也不算題目 來去探討兩件事情 第一個問題是 兩個圓相切的時候 連心線一定會過切點 不管他是內切還外切 喔 是嗎 那我們就來看看 好我們現在有兩個圓 他外切 那外切的時候呢 我們剛已經說明了 外切的情況下就是 這一段是O1 好 那這段是R1 這段是R2 對不對 也就有一個點 他到 R1 到R2 他到 O1的距離是R1 到O2的距離是R2 這個是他們的切點 我們講要切點P好了 那這個時候如果我說 連心線沒有過 R1 R2 那會變怎麼樣呢 變成連心線在旁邊過去 那因為連心線應該是一條直線啊 也就是說你等於是在暗示 不是暗示 也就是說等於說會是這樣子 等於說 連心線因為是直線嘛 所以連心線唯一能夠不過切點的情況就代表說切點在 連心線外面 所以 O1 所以這個O2 他應該要比 R1加R2 小 那如果是這樣子 如果是這樣子 那我們用R1來畫一個圓 我用R2來畫一個圓 再用R1來畫一個圓 那你就會發現這兩個圓一定不會只交在 P這一點他一定會交在旁邊的另外一點 可以嗎 好 那他就這樣子的話就不叫外切啊 他就沒有切了嘛 對不對這樣就變香蕉啦 所以呢 我們從這樣子的推論我們就可以知道 一個有香切的圓如果外切 他的首先就是說 他的連心線一定會過切點 然後呢 他的連心線一定就是R1加R 那同樣的道理我們也可以在內切上面去推論 應該在這裡 這是連心線啊 從推論開始 這是內切然後這是這段是連心線 這個連心線的延伸其實也一定會過 切點P 這樣子 他們一樣的道理 如果今天他沒有過切點P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這個連心線 代表切點P在他延伸線的外面 也就是說 O1O2如果是這一段 我們剛剛這一段把拉出來 他的延伸線 那其實P點在外面 對不對 那 你看喔這是O2這是O2這是O1 我們一樣 是不是可以做出兩個半徑那這個是R1 這是R2 那在這樣子的情況下我是不是就會發現怎麼樣 R2因為三角形兩邊合大於第三邊兩邊差 小於第三邊嘛 所以R2-R1其實會比 這個 O2短 那這樣合理嗎這樣會是內切嗎 同樣的 我用R2做一個圓 你們自己可以你們自己可以做做看 所以如果我用R1 R1做一個圓 那這個圓會長 應該會 那總而言之你如果去做的話你就會發現 你去做的話你就會發現 他這兩個圓還是會交兩點 就是不會只有交一點 圖畫不好 你們可以自己畫 那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會發現O1O2比 R1-R2長啦 所以他就是在外這個兩圓交兩點的情況 所以不管是內切還是外切連心線的延伸線 如果他是內切的話就延伸 內切對延伸線 就一定會過切點 如果是外切的話連心線就會直接穿過切點 這樣子 那如果兩圓有相交的話他的連心線一定會跟 這個交點連線垂直 這個我們畫在這裡 如果這是一個圓 這是另外一個圓 那這個反而這個很好證明 這個很好證明 就是說我今天 這一段要跟這一段一樣長 對不對 因為他在 這兩個點都在這個左邊這個圓的圓周上 所以這兩段紅的要一樣長代表說 這個圓心要在這兩段 就是所謂的 交點連線的中垂線上 對嗎 然後這個 藍色的這兩段也都是半徑 所以他 左右邊這個圓的圓心也要在交點連線中垂線上 換句話說 交點連線的中垂線會同時穿過他們兩個 所以 連心線會跟交點連線垂直 而且他其實會把交點連線平分 這樣子 那你也剛才的這個證明 我們剛剛是用做圖的來說明 其實你也可以用類似這樣子 就是 從中垂線的角度去證明 大家可以試試看 然後 回答一下剛才的這個問題啦 如果我在平面上把所有到圓歐 做切線 剛好切線長會是P的這些點 全部都找出來會怎麼樣 那麼你注意到 剛好切線長會是5的話 那麼你注意到他的半徑是3 然後他的切線長是5 所以這個時候的這個 OP呢 要注意不是4 是25加9 更號34 這個也是 半徑是3切線長是5 所以這個 OPE也是更號34 那也就是說所有會符合 所有會符合 跟這個圓做切線長 這個3這個5 剛好切線長是5的 外面的這點P呢 他都一定跟O連起來是更號34啊 那所以 等於說這個問題就會變成說 在平面上去找 跟O連起來 距離是更號34的 那有沒有 印象這會是什麼 這就是我們一開始講的圓 圓周上的每一點在圓到圓星的距離都一樣長 半徑嘛 所以如果我要在這個平面上 去找 所有到O長度是更號34的 那就等於我用更號34當半徑啊 我最後找出來的這些點就會全部都在一個圓周上 可以嗎 所以這題的答案是會變成一個圓 那麼這次的作業 我們現在要割上這裡 那我們現在要割上這裡